韩风中几排抗议 追讨三年 他要求的到底是什么 对物美这种霸王 霸王型 我不知道应该有谁去管 应该有谁去过门 回避进场费 又收招标费 谁又能说清 物美到底收的是什么费 就是说他的意思 就是想一直重新让你收费 也就是无非的让你做 就是说再交纪念费的意思 变相的收各种费用 经济办法时 欢迎收看 在国家统计局 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之一形式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今天都要继续找出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国际游战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容 已经相当多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N经济年度 人物危险当中 中国矿告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办小时 我是主持人 今天的节目 我们关注商业环境 11月底到11月初 财经频道连续报道了 目前商业流通环境 存在的诸多问题 特别是关于北京 物美商业集团等卖场超市 随意收取进场费的报道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就在报道播出之后 记者在与物美集团的 沟通采访当中发现 我们之前报道的实际上 仅仅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我们来看记者调查到的情况 11月25号 记者赶到北京西四环北路 物美集团总部联系采访时 正遇上眼前这位供应商 打出横幅 向物美集团讨要说法 这位供应商说 他这样做实在是因为走投无路 但对于我们供应商来讲 迫于是要生存下去 在这个系统里 因为钱力大手笔费用出了 而且这个条码费 对于我们经济商来讲 厂家能够承担一部分 那就不得已 不得已而为之 也要交这个条码费 你想生存下去 你要把这个企业要做的往前走 能维持下去 你就要接受他这条款 杨树珍说 他和物美合作已快20年了 原来合作还算顺利 但从2000年开始 物美开始收取单品条码费 当时还只是2000元一个单品 后来不断提高 到了2009年 就达到了2万块钱一个条码 这些条码费 也就是进场费的一种 本来对这些 杨树珍还尽量忍受 但物美随后的做法 更是变本加厉 2009年 杨树珍有10只新品进入物美 当时每只新品进店价格 是1万元 因为合作一直不错 根据合同规定 物美当年免费提供 8只新品的条码费 你要这样按合同去讲 我应该说是 10只新品 我交2万块钱 应该是正确的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我收到一个费用确认函的时候 费用单的时候 收了我20万 不但我8只新品没有享受到 还多收了我 这么多钱 本来是减免的费用 怎么又多收了20万元呢 杨树珍找到了物美 物美的相关工作人员 承认多收了 但是这笔多收的费用 却始终要不回来 没有道理的胡乱去扣 属实让我们 无法去接受 也理解不上去 让我们怎么去 让我们气愤至极 那应该说最起码的商业道德 那个物美都丧失了 那这种大财团都丧失了商业道德 让我们这些疆伤 怎么再生存下去 在2009年9月 杨树珍又接到了一份 莫名其妙的扣费通知 物美收取5万多元的反典费用 杨树珍在仔细查看扣费单据之后才发现 本应该收取其他供应商的费用 被扣在了自己身上 我的卡号是205978 这不这是我的卡号 205978 这个呢 它在标注205798 我觉得低级错都不应该犯了 由于两家公司卡号相近 以子之差 造成了杨树珍又损失了一笔费用 而即便是这样一笔误扣的费用 想要回来却异常艰难 拿出合同给采购看的时候 采购就是说 那个 那是财务扣错了 你去找财务吧 结果我们在这时候 我们业务人员多次的找财务 财务说 我怎么会扣错了 财务不 采购不下单的 我怎么会扣呢 这采购下的单的 我们才能扣 采购不下单的 我们不可能去扣 结果就来回去扯逼 来回去扯逼 他推我 我推他 采购 财务推采购 采购推财务 直到目前 这笔原本不应该出现的费用 杨树珍也没有拿回 到了2011年 杨树珍被物美扣去的费用总数 达到了50多万元 物美同美联美合并的时候 杨树珍决定 再也不忍受 这种莫名其妙的费用 终止了同物美的合作 此后 他多次找物美讨要这笔费用 以及拖欠的200多万元货款 直到今年 物美才把大部分拖欠的货款 还给杨树珍 但是那50多万元 随意收取的费用 却犹如石沉大海 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 我不知道国家出台这些法律法规 还是规 他制作对物美 对物美这种霸王 霸王行为 应该有谁去管 应该有谁去过问 快11月底的北京 温度已经很低 在物美集团总部门口 杨树珍站了近一个小时 也没有任何物美集团的人和他接触 记者离开时 杨树珍依然还在寒风中等待 杨树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 记者也试图联系物美集团的相关负责人 但是始终没能够得到回复 而就在采访期间 记者了解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那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物美集团一直回避提进场费的事 并且推出了一种叫做经营权招标的新模式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10月29号财经频道播出进场费节目之后 11月初 物美突然宣布 对供货商经营权进行招标 记者找到了一份2014年度棉袜招标书 除了保留三个棉袜品牌外 将对其他棉袜供货商 采用暗标形式招标 经营费最低金额 为每个厂家每年40万元 投标结束后 物美只向保留品牌和中标品牌供应商进货 不再引进其他厂家产品 并根据中标品牌标底高低 确定货甲位置 以及陈业牌变 经营权招标改变了多年来 物美同供货商的合作方式 而此前 供应商要将进入物美 都是单独洽谈 并将物美缴纳所谓的促销服务费 物美的经营权招标 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为优化整合有限的中专销销售资源 进一步提升棉纳销售 提高数目商区域性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主任有限公司 将对棉纳经营实行公开招标 本次招标坚持公开 公刑公正原则 努力为各供货商提供一个公平竞争 和各供应的经营平台 尽管物美对于经营权招标 有着冠冕堂皇的解释 但是许多供应商对此 却有着自己的理解 供应商老王和物美打过多年交道 老王认为 这种所谓的招标 实际就是一种变相的进场费 本质的事就是变相收费 变相收费 其实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说 取消了什么进天费 这费那费之后 它是变相的一种收费的方法 也是一种文字上的游戏 其实说实在的 它所谓的竞标一类的 它就是说变相收费之后 也就是无非代表 它的意思就是想 意思重新让你收费 也就是无非的让你做 就是说代表今年费的意思 变相的收各种费用 在这份棉袜招标书中 记得注意到 招标的四个棉袜品牌当中 每个品牌都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单品 供应商告诉记者 这实际是一种重复收费 在他们在同物美合作之初 早就已经缴纳过了单品的挑码费 重新开始招标 也就意味着 以前缴纳的那些费用 不仅全部达了水漂 而且如果想要继续经营 还将面临一笔沉重的招标费 老王告诉记者 他们在仔细核算后发现 这样招标他们将很难承受 棉袜招标书显示是2014年度招标 也就是说 以后每年都将进行招标 而每年供应商都将不断的 面临沉重的招标费 此外 招标书还规定 物美将与中标品牌每季度 进行生意回顾 对于达成低于进度的厂家 物美将取消本年的经营权 物美将采取招标的形式 进行后期厂家的补充 老王告诉记者 按照这个规定 如果达不到物美的销售要求 中标的供应商 每个季度都有可能被淘汰 很多的供应商 很多的供应商中标了之后 感觉说回忆一算账 赔钱 还不如不做 说在很后悔 说在现在有很多的供应商 现在正在进行 不是现在有很多的在进行之中 现在很多的人都在有些抵制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 一些供应商告诉记者 物美的经营权招标 除了把以前单品的进店费总和 变成了每年一次的招标费之外 在收费的其他方面 和以往并没有本质不同 今年10月29日 经济半小时播出的节目当中 物美对于食品类的商品销售反点 是这样介绍的 在这份棉马招标书附带的一份协议书中 记者注意到 2014年度的计划净进火额是690万元 其中超额折扣部分规定 690万元以上为16% 750万元以上是12% 协议还显示 计划销售的毛利率是24% 根据这份协议书计算 以棉马为例 如果物美以每双10元前进货 最终售价是12块4 在年销售690万到750万之间的情况下 供应商还要向物美反例1块6 也就是说 12块4的棉马 物美净赚4元前 利润达到了32% 而在食品类别当中 物美的利润会更高 慷慨是北京吉瑞泰宣商贸公司的销售经理 从事代理近10年 慷慨按照物美零售价格是10元钱的商品 给记者算了一笔价 中单零售价是10块钱的东西 然后一般商超它的保证的毛利是前台 有一个前台毛利是18个点 那就是它要挣起8.2分 这挣应该是8块2 对吧 它应该赚1块8 那中间我们无财献反例 还有一个23.5 无财献反例 就是说也是给到商超的 那我们价格应该是6块2 那中间其中3块8 就是应该是商超 去挣起了 10块钱的东西 它挣了3块8 10元钱零售的商品 物美拿走3块8 这个比例着实让人吃惊 在采访中 许多供应商表示 零售商不断提高的各种费用 是导致物价抬高的主要因素 这些费用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买单 而价格提高 也会导致自己的商品失去竞争力 经营萎缩 供应商也将会陷入两难境地 据供应商之间的不完全统计 目前同物美合作的供应商当中 大约有40%出现了亏损 造成了很多的供应商的很大的压力 因为现在企业效益 现在都不好的情况下 这等于说 它其实就是一种变相收费 完了之后 就是一种变相的创新似的 其实真正的创新 应该是在你的企业之中 内部应该创新 不是说压根我们供应商的 这个血汗而创新 因为我们现在在物美做了 有很大一部分供应商 实际已经是在亏损经营了 只是为了占有这个市场份额 那么它是在北京市场 占有率第一的这个零售商 最大的零售商 然后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呢 这么大 那么对于供应商的 对于厂家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这个指标也非常重要 所以很多供应商厂商 都在赔钱再跟他做 那么如果今年他再搞这样一个 精神开卖的话 那么这明显的就在亏损的地步上 加速亏损 零售10元的商品 物美就要拿走3.8元 这一数字确实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数据显示 物美目前在北京地区 有400多家门店 占有北京零售市场 40%的份额 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 似乎奠定了物美的底气 面对物美又有哪些办法 能够为供应商们 撑撑腰打打气呢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韩风庄棋牌抗议 追讨三年 他要求的到底是什么 对物美这种霸王 霸王型 我不知道应该有谁去管 应该有谁去过门 回避进场费 又收招标费 谁又能说清 物美到底收的是什么费 就是说他的意思 就是想一直重新让你收费 也就是无非的让你做 就是说再交净免费的意思 变相的收费各种费用 欢迎回来 在对于占到北京零售市场40%份额的物美集团收取禁场费进行连续报道之后 我们发现物美现在有了一种新的方式 那就是经营权招标 而有供应商说呢 这实际上是又一种形式的禁场费 面对各方面的质疑 物美始终没有回复 那么相关管理部门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冯志平 北京今天谈食品公司经理 从事食品饮品代理30年 前几年 在北京地区 他们公司几乎和所有的超市都有合作 但是这一两年来 他们已经和物美等几家超市停止了合作 冯志平说 从2011年7月到2012年9月 同物美合作的一年多时间 物美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费用就达到了128万元 其中占比例最高的就是禁场费 他们来说这个禁建费 一个35万 这个2012年的这个 9月份 我又交了一个33万8 这个两项属于禁建费 我一共是交了是68万8 此后 因为陆续又新体上市 去年5月份和9月份 他们又先后缴纳了三笔条码费24万元 除去这些费用之外 物美在同他们签合同的时候 还收取了23万多元的一笔合同费 他们所说的就是奖励扣点 但是按照你这个销售比例来说呢 就比如说像我们跟物美这个 一年签的这个150万的合同费 合同费 和就是一来50万的销售数字 但是我们要给他反到多少 反到15.47的这个销售奖励 除了这些较多费用外 物美还收取了新店开业费6万元 加上物流费以及罚款34万元 总共一年多的时间 收取的费用达到了128万元之多 但是我们从这个2011年7月份呢 到这个2012年的9月份 同工物美送货 才是113万 如此算下来 金天坦公司在物美的110多万元销售货款 不仅血本物归 反而还盗钱物美十多万元钱 在这期间 冯志平多次找物美协商 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在今年5月6日 金天坦公司把物美公司 起诉到了北京市石井山区人民法院 要求物美退还进店费 条码费 新店开业费 多扣的年度奖励费等费用 共计126万多元 去法院起诉后 黄志平拿着相关部门发布的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清理整段大型零售企业 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 提供给了法官 没想到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因为这个在法院这个认可当中呢 他说呢 这属于一个行业的一个规章制度 或者属于一个这个 应该说现在属于一个什么条件 还不能说是法律法规 所以法律不予认可 无奈之下 今年7月24日 金千坦公司接受了法院的调解 根据调解协议 物美公司支付金千坦公司 货款47万元 支付后 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金千坦公司承诺 若仍有遗漏 或为何对得业务往来票据 单据一律作废 金千坦公司放弃上述票据 所代表的全部债权 包括这47万里头 还不在我们诉讼的120多万里头 其中在这100多万里外 我们还有14万 加上15万的货款 所以说实际上呢 他就归还了我最后一个这个 9月份新品的33万8 实际上就把那个退还我 其他的任何费用没退 法院不支持 面对这样的结果 从事商业经营30年的冯志平 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国家相关部门早有明确的规定 为什么到现在 零售商依然我心我素 2006年 商务部 发改委 公安部 税务总局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就联合公布了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其中规定 零售商不得滥用优势地位 从事不公平交易行为 强迫供应商无条件销售反例 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条码费用 2011年12月 五部委再次发布 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 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其中要求 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合同费 搬运费 配送费 节情费 电情费 新店开业费 条码费 开户费 无条件反例等 均属违规收费 对此 采访中 一些公司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通过行政诉讼 把相关部门告上法庭 要求 五部委公开就实际旅行 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 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的相关信息 切实履行该方案中的相关义务职责 继承 北京市德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有多年处理商业案件的经验 继承认为 在目前状况下 进行这样的起诉 缺乏可行性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对于行政机关的这个做出的行政法规 规章 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这样一些决定 不属于人民法院的收案范围 所以说 依据这样一个起诉书的话 那么我个人认为 可能相关的人民法院是不会予以受理的 继承告诉记者 按照五部委所制定的 零售商和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也有明确的救济途径 如果供应商认为受到了零售商的不公正待遇 可以向有关的行政机关进行举报 行政机关调查以后 如果发现零售商的确是违反了 零售商和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是可以对其进行处罚的 这种情况下 如果行政机关不进行处罚 供应商是可以向人民法院 对相关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我们看到供应商起诉的理由 是以行政机关行政部作为 作为一个起诉的依据 那么我们国家行政诉讼法里边 对于行政部作为 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它是要具备相应的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行政机关 对于这样的一个超市的这种乱售费 它就有法定的管理职责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政箱的人 就是我们的供应商 他需要当自己的财产权利 受到超市侵害的时候 他应当向行政机关去进行举办 去进行申请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申请行为 很难依据行政部作为 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记长告诉记者 国家对于行政管理 是采取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 那么供应商只能在它所在区域相应的 基层行政机关提起这样的申请 如果是这些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话 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但是对于直接起诉五部委 人民法院将不会受理 11月29日 记者联系了北京市商业委员会 希望了解处理解决 零工矛盾方面的相关问题 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是其他人负责媒体采访方面的工作 并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 但是记者反复拨打这个电话 却始终无人接听 记者又拨打了北京市工商部门的电话 但是相关部门却始终无法接通 随后 记者向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和北京市工商局 一并发送了采访内容的传真 希望了解零售商目前的行为 是否违反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以及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 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 这些年来 有没有接到过供应商的投诉 如何处理的 主管部门有没有依据上述政策 处理过相关的案件 具体有多少 但是直到我们的节目播出时 仍然没有接到北京市商委和北京市工商局的任何回复 相关采访要求也时辰大海 据商务部今年的公开信息显示 五部为开展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 向供应商违规收费行为以来 纳入清理整顿范围的大型零售企业 共76家 总部分布在22个地区 其中64%的总部 集中在上海 北京 江苏 山东 湖南 深圳等六省市 44家企业存在收取使用促销服务费不规范问题 设计金额1.68亿元 以整改金额1.16亿元 其中现金返还9117万元 抵减后续服务收费或补偿服务2463万元 55家企业存在违规收费问题 设计金额1.44亿元 以整改金额1.14亿元 经过清理整顿 大型零售企业都取消了进场费 变境费 无条件返利等违规收费项目 76家企业 共调检收费项目319个 不过 记者在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官方网站 并没有找到处理相关案件的信息和统计数据 据中国工商业联合会 零工调检平台透露 该部门成立三年以来 在北京成功调检相关案件 近300起 退还违规金额5000多万元 面对占到北京零售市场份额40%的物美 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底细 更有牛气和霸气 物美集团内部人士曾经对媒体透露说 采用现在的经营权招标方式之后 将会淘汰20%左右的供应商 而另一方面 虽然近年来一直被指变相的增加进场费 但是物美始终没有正面的合约 是谁给了物美这么强的影响 北京市商业部门工商部门 是否了解相关的情况 这些部门又是如何落实国家五部委 和与清明整个违规收费工作相关的方案 这些问题都有难回答 刚刚结束的十八第三周全会指出 政府的职责和作用 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保障公平竞争 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 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弥补市场势力 我们期待着北京市相关部门 能够真正的与贵族的要求 并且在实践当中真正的落实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是央视查经评论 敬请关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